瓦格纳转身收兵,普里格金命运如何? 普京专机从雷达消失,克里姆林宫回应 瓦格纳叛变,乌克兰借机多战线反攻 俄罗斯兵变,世界各国回应 瓦格纳军变,对中国民众有何影响? 欢迎收看新唐人快讯 我是天心 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24号星期六 节目在播出后会添加CC字幕 另外,节目也会上传到干净世界 干净世界没有言论封锁 欢迎您到干净世界中观赏节目 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发动的兵变 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下面首先关注最新情况 6月24号,瓦格纳部队控制俄罗斯南部重镇 顿河叛罗斯托夫事后一度向莫斯科挺进 但随后在白俄罗斯斡旋下 瓦格纳首脑普利格金下令部队暂停前往莫斯科 赫利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六表示 撤销对瓦格纳老板普利格金的刑事指控 普利格金将被送往邻国白俄罗斯 据法广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普利格金在当地时间24号晚上7点半左右 通过电报平台发布的一段录音中表示 他与白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 将部队撤回军营 普利格金表示 在前一天的正义之行中 战士没有流过一滴血 据俄新社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新闻部门称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经过普京同意后 与普利格金举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 为避免在俄罗斯内部发生流血冲突 普利格金接受了卢卡申克的建议 停止在俄罗斯的领土上行动 双方解决的方案 包括为瓦格纳私营军事集团战士提供安全保障 针对普利格金的刑事案件将被撤销 瓦格纳战士将获得法律豁免权 6月24日 普利格金军乘车离开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司令部 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掌声 人们纷纷前来与他握手 稍早 普利格金表示 他们已经控制了俄罗斯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市 并控制了该市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总部和机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下午发表电视讲话 谴责叛变者背后捅刀子 承认任何拿起武器反对俄军的人都将受到惩罚 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宣布 对普利格金进行刑事立案 指控其涉嫌煽动武装叛乱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已经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通话 向他们通报了局势 对于普利格金掉头收兵 谈未来的命运如何 还有待观察 在这次军变局势紧张之际 有消息说 一架属于俄罗斯总统的飞机被发现 离开莫斯科 普京的行踪受到质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通常普京只使用俄罗斯总统的两架飞机 进行航空旅行 但这两架喷气式飞机 都已经从俄罗斯首都起飞 最后一次被追踪到的位置 是飞往西北部城市圣彼得堡 但克里姆林宫否认普京乘飞机离开莫斯科 并声称 俄罗斯面临由瓦格纳组织成员 叛国罪造成的叛乱 另外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称 普京使用的两架总统专机中 第一架是在当地时间的周六下午2点15分 从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西南部的 弗努科沃国际机场起飞 半个小时之后 在距离普京关底大约150公里处 飞机从雷达上消失 报告称 在当天下午3点06分 这架飞机从特维尔地区附近的雷达上消失 而普京使用的第二架飞机 在周六傍晚从同一机场起飞 同样似乎是飞往圣彼得堡 这两架飞机都是俄罗斯制造的 伊尔杠96宽体飞机 由四台发动机提供动力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联营的另一架支线飞机 也从莫斯科起飞 这架飞机是一架安东诺夫AN-148 于周六下午起飞 最后一次被追踪到的位置 是在车程首都格洛兹尼市上空 该市靠近俄罗斯与格鲁吉亚 和阿塞拜疆的边境 乌克兰真理报援引乌克兰特种部队 一位消息人士称 普京将离开莫斯科 将被带到瓦尔代 不过对于普京的去向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对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表示 普京正在克里姆林宫工作 普京的真实情况如何 还有待何时 俄罗斯这次兵变 无论结局如何 外界认为对乌克兰都是一件好事 乌克兰是否会借机发起反攻呢 6月24日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 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宣布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军当天 同时向包括巴赫木特 库尔迪尼夫卡 库皮杨斯克 莱曼和马林卡等多个地区 发动攻势并且取得进展 马里亚尔还补充说 在库皮杨斯克 莱曼和马林卡方向 俄罗斯入侵者曾试图前进 但没有成功 对于乌克兰的反攻 俄罗斯有什么反应呢 马里亚尔表示 俄军在阿弗迪夫卡和沙赫塔尔斯克方向 发动了空袭和炮击 而在乌克兰南部的所有进攻方向上 激烈战斗正在进行 俄罗斯占领者正在进行防御 努力阻止乌克兰的反攻行动 但敌对方在人员 弹药和军事装备方面 正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 瓦格纳兵变所带来的危机 有可能使俄罗斯消耗掉 在乌克兰前线的军队 对于俄罗斯内部突发的变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什么反应呢 泽连斯基表示 任何选择西俄道路的人都会毁掉自己 长期以来 俄罗斯利用宣传来掩盖其弱点和政府的愚蠢 而现在混乱不堪 任何谎言都无法遮盖它 泽连斯基认为 俄罗斯的弱点很明显 而且是全面的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保留其军队和雇佣兵的时间越长 他以后为自己带来的混乱 痛苦和问题就越多 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还表示 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 导致其陷入目前的混乱 普利格金周六发动的兵变 让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始料不及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采取静观其变态度 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同时也是可防范可能发生的意外 针对俄罗斯目前的局势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磋商 根据美国周六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与七国集团和欧盟同行进行对话 讨论了俄罗斯持续的局势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 美国将在局势继续发展的情况下 与盟国和伙伴保持密切协调 世界其他国家又有什么回应呢 英国国防部表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俄罗斯安全部队 特别是俄罗斯国民警卫队的忠诚度 将是这场危机如何发展的关键 这代表了近代对俄罗斯国家最重大的挑战 英国外交大臣克里夫利表示 兵变在一夜之间发生 英国正在仔细监测局势 并与其盟友密切联络 他补充说 英国公民应继续遵循政府的建议 不要去俄罗斯旅行 北约方面也做出了回应 北约女发言人伦盖斯库对路透社表示 北约正在监测俄罗斯局势 另外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等也都做出了回应 俄罗斯雇佣军发动的兵变 在中国大陆民间掀起了舆论风暴 截至24日晚间11点左右 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第一位 都是瓦格纳叛变的消息 吸引将近15亿人阅读 中国网民纷纷留言表示震惊 有网民留言说 真是大变局的时代 感觉像是将军之类的叛乱 瞬息万变来了 也有网民留言说 中共一直宣称要武力攻打台湾 现在看看俄罗斯的下场 有网民跟进说 希望中国也会出现像瓦格纳一样的军团 也来个反水把中共清理出去 但不知道这个带头人会是谁 俄欧战事的变数 中南海是否有人心神不安 海外时评人士岳山撰文表示 对习近平当局而言 一方面会担忧普京挺不下去 而更重要的是 这种兵变是否也会发生在中共未来的战争中 中南海也许正在评估这一切 文章说 如今普京遭到多年亲信普里格金的背叛 作为他的盟友 习近平也会心有感应 就连跟随身边多年的党政旧部 习近平也难放心 何况曾经是徐才厚 郭伯雄和张扬带出的旧将 如果需要在台海开战 这才是最大的后患 资深媒体人唐浩 也对看中国表示 瓦格纳倒戈向普京当局进行反扑 这种180度的剧情反转 让中共高层瑟瑟发抖 害怕政权末日即将到来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内容 感谢收看《青唐人快报》 我们下期再见